欢迎华晨宇欢迎花花 来 这边有请 首先请花花跟我们现场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华晨宇 然后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个新月之旅活动的现场跟大家见面 哇 大家是不是掌声应该再热烈一点哦 欢迎华花 今天我们也非常的荣幸邀请花花来到我们今天的活动 其实我们都知道花花已经是我们欧龙的老朋友了 而且最近花花也是在准备2021的火星演唱会对不对 对 那我听说这个演唱会我们已经准备了近三年的时间了 对 而且这次也是会以一个全新的方式和我们大家呈现 所以请花花能不能跟我们今天我们借此机会 跟我们大家来简单的剧透一下呢 这次演唱会是因为准备的时间很久 然后它是一个非常全新的一个形式的演唱会 然后会让入场的观众会有一种很沉浸式的一种体验 然后呢 我觉得应该蛮特别的 然后具体还是等大家来现场来体验吧 对 哇 所以还是要卖个小关子 当然我觉得听完花花的一个剧透之后呢 大家肯定都一样非常的期待 好了 那我们都知道本次我们的主题叫做新月奇旅 那关于星空 我们特别想问一下花花 花花你是什么星座的 水瓶座 水瓶座 据我所知 我们幸好有多少朋友是水瓶座的 可以举手让我们看一下 哇 你们都是跟花花一个星座 我知道水瓶座的朋友都很浪漫 而且很具有这个艺术气息 所以今天我们和花花就要一起来聊一聊 关于这个星空的艺术 关于香气的艺术 那这里想问一下花花 你平时一般喜欢什么样的一些香味呢 我喜欢的香味其实还 我觉得还蛮丰富的吧 比如说像夏天的柠檬草的香味 然后冬天的话就是肉桂香 然后就觉得很温暖 然后总体来说的话 我还是比较喜欢那种柑橘的味道 就因为闻起来比较很清爽质语 然后呢 而且比较就是很方便搭配衣服 哇 看来花花对于香气呢 也是有很多自己的一些独到的见解 刚才花花说到了非常喜欢柑橘香 所以我相信花花一定对我们欧龙的产品非常了解了 对不对 那今天我们的主角 花花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当然 就是这一次就是比如这个 这次的这个加州柑橘 然后并且出了一个限量款的一个新的包装 然后呢 就看上去有非常浓烈的这种宇宙神秘色彩 对对对 然后艺术气息也很重 对 刚才花花说到了艺术气息 其实我们这一次包装呢 我们是与一位合作的艺术家共同打造的我们这样的一个艺术包装 花花知不知道他是谁啊 这个还没有太了解 但从产品上看就觉得相当的厉害 对 还蛮厉害的 所以这里呢就给大家来说一下 那我们这一次合作的艺术家呢 是来自乌克兰山区的达林亚哈扎托瓦 他也是热衷于用不同的创意媒体来表达自己 所以呢才能让大家看到了这么一个浩瀚的 具有这个艺术气息的宇宙星空了 那我想问一下花花 那说到我们这一次的浩瀚宇宙 花花平时会有一些星空方面的一些研究吗 星空方面就是 我其实自己还蛮感兴趣的 因为就是我家里也有那个天文望远镜 然后就是如果天气好的情况下 我就会有时候就是会在家里面就是 比如说喝个茶啊 然后看那个星星 对 哇看来花花还是一位星空爱好者 包括花花是今天的穿着让我们看到了 仿佛就看到了一个浩瀚的宇宙星空一样 好了那我不知道花花是不是刚才来的时候 应该已经到我们外场的这个展区去打卡了吧 对 那刚才呢其实我们给大家已经介绍了一下 我们外场的这个展区呢 是一共有好几个板块 想问一下花花你在打卡的时候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板块呢 最喜欢 我觉得那个就是那个星梦音乐盒 就是看着就很很梦幻 对然后呢其他板块其实也很有特色 然后我觉得蛮适合大家去打卡的 对 那我们不知道现场的朋友刚才在来的时候 有没有去打卡 那其实呢我们是 柑橘它是代表着一个旅程的终点 那么我们这一次它的灵感呢 也是来自于浩瀚星空的宇宙 而且呢是 是来自我们艺术家他最喜欢的电影 2001太空漫游 那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灵感来作品 激励着我们的各位朋友们去 勇敢地去探索自己去探索世界 好那说到产品的艺术感 特别想问一下花花 那刚才其实花花也提到了 非常喜欢我们这一次的加州柑橘嘛 那如果形容成音乐的话 你觉得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音乐 什么样的感觉呢 音乐感觉 我想想 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偏 很柔和清爽的那种旋律 对就是 对就 有柑橘的清新 对清新的那种感觉 对 那我相信啊 那如果想要 就如果还没有尝试过我们加州柑橘的各位朋友 一定要去 我们的专柜来感受一下我们的这款产品 来感受一下花花她心中 对她谱写的这样的一些旋律了 好了 那在了解完我们的加州柑橘之后 想问一下花花 那你平时一般会用什么样的香水呢 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 就是我个人会比较喜欢那种 比较 很清新一些的香水 就是因为会觉得很舒服 然后没有负担的那种 对我比较喜欢这种味道 清新一点没有负担的 对对 那在我们的欧龙的品牌当中 其实我们有很多系列的香水哦 那我相信肯定很多系列都是受花花喜爱的 能不能跟我们大家来简单分享一下 哪些系列你一般会经常会用到的 日常的话会用 比如说像墨与心宁啊 然后乌鸡乌龙 然后还有加州系列 对 那再给花花出一个难题了 那如果在这么多款香水当中 那如果让你选择一款最最喜欢的 你喜欢哪一款呢 那还是就是加州系列的这个加州柑橘 加州柑橘 感受我们这样的一个浩瀚宇宙 对 好的 那我们相信呢 花花一定对于香水 有很多自己的一些独到的见解 那接下来的时间啊 花花我们今天还给你准备了一个 小小的互动和挑战 不知道你有没有准备好 好啊 没问题啊 好了那这样我们既然刚才花花说到了啊 非常喜欢我们的加州柑橘 想必对我们这一款香气也是 非常的了解了对不对 那其实我们的加州柑橘呢 它有几款非常怎么说呢 比较明星的一些香原料了 那今天我们就在现场请花花 来帮我们来闻香食原料好不好 好啊 好的来这样我们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来帮我们来递上 好我帮花花来拿一下 好这个是我们的第一款香原料 来花花能不能闻一闻 然后先告诉我们它是什么 然后有什么样的感觉好不好 柑橘 柑橘 什么样的味道呢 就觉得还蛮就是很熟悉 然后有很清新的一种感觉 是你最喜欢的清新的香味 对不对 好的 花花真的很棒啊 好来我们这样难度稍微加大一点 来我们的第二个味道 来我们请花花可以拿着可以感受一下 先可以形容一下 是有点那个就是有点辛辣的那种 有一点点辛辣的感觉 物质味道 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就是 这个感觉就有点就是那种 点微酌气息 微酌的气息 还蛮特别 那它是我们的什么香原料呢 杜松 杜松 非常棒 好的 来我们的第二关已经成功 好嘞 那我们的第三款 来我们请花花来闻一下 可能这边的难度稍微会有点大咯 这是那种就是烟熏的感觉 烟熏的感觉 对 那它是什么呢 这应该那个盐蓝 盐蓝 哇 我觉得大家应该给花花一点掌声好不好 花花真的是非常棒 看来对我们的加州柑橘非常的了解 那这样 那我建议哦 那既然花花这么喜欢加州柑橘的味道 那刚才也是分别说出了我们的三款 我们的香原料 它的味道 那就好感受一下 来 有请 好 来我们交给花花 好 你可以现场的来喷洒一下 来给我们形容一下 你心目当中的加州感觉 什么样的感觉 就觉得就是很 很清新又很温暖 然后同时又很有这种质感 很有质感的味道 我觉得还怎么说 就是可以在任何场合 就是很百搭吧 嗯 很百搭 看来花花真的是非常喜欢我们这款香气了 好的 谢谢 非常感谢花花的分享 好了 那既然我们刚才 花花花也说到了 花花花也说到了 觉得我们的加州柑橘非常地百搭 那其实我们欧龙呢也是一直在推崇香水衣柜的一个概念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像不同的天气啊不同的场合来搭配不同的一些香气展现不同的自己 那就像是我们很多人都会通过不同的穿着风格搭配我们每天的一些妆容 然后呢我们喷洒一些我们自己的香水能够感受到完成我们完整look的最后一步 所以呢今天我们还要邀请花花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一个香水衣柜理念的搭配 不知道花花有没有准备好 好 没问题是不是 好的 那都 我相信这些互动都已经难不到花花了 好的 那首先我们想有一个简单的问题问一下花花哦 那如果你去出席一个像比较正式的场合 你一般会选择什么样的一些香水呢 帝国设相吧 帝国设相 可以形容一下 就是它喷上去就会感觉就是特别的有气场 对 然后又很低调沉稳的感觉 低调沉稳有气场 我觉得花花真的总结得非常到位 好 那花花那如果你推荐一款香水 给一个第一次使用香水的人 你会推荐哪一款呢 第一次的话我觉得就无鸡无龙 就是因为这个香水它比较有特点 就是每一个人喷就是喷上去都会觉得就会把它变成自己的味道 对 所以就是可以因人而异 都会有不同的一些特色 对 好那看来花花真的是很厉害 那这样吧我再问一个 那想问一下花花 那如果要选一款 给今天的自己你会选哪一款 那我肯定就选加州柑橘圣诞星辰限定版 哇 好的 那我们再这次掌声送给花花好不好 真的是很棒 那其实今天花花一来的时候 我就已经感受到花花身上的加州柑橘的味道了 真的是非常的清新 也非常的适合花花 好了 那说到这么多 那今天呢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互动和挑战 来 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帮我们来送上一个迷你的空灵骨 好 我不知道花花之前有没有使用过我们的这样 它是一个怎么说呢 外形很像星空当中的一个小星球 而且它的声音也非常的特别 非常的空灵 像是从宇宙深处传来的一样 而且也很有治愈感 所以我们这样吧 我们请花花先来稍微敲打一下感受 感受一下它的这个声音好不好 好好听啊 那这样我们给花花来一点小难度 让您能不能来现场即兴的创作一段 来让我们大家感受一下 你心目当中的加州柑橘的感觉 可以吗 好 没问题吗 要不要先沉淀一下 试一下吧 试一下吧 好 来 大家跟点小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好 来 花花 我们舞台交给你 我找一找啊 哇 好好听哦 我觉得仿佛听到了加州阳光下多汁的橘子 以及星空碰撞的声音 好了 也非常感谢花花给我们来分享 她心目当中的加州柑橘的旋律和感觉 感谢花花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惊喜 好了 那花花 除此之外 那今天我们还有一个小互动 这样我们先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帮我们一起将这个道具先拿到舞台上 好 那这一次啊我们是给花花准备了一个浩瀚的星辰图 来 花花可以看一下 那我们这个星辰图当中呢是一个浩瀚宇宙的星空 里边因为我们已经事先给花花准备了一些星球啊 还包括一些星星啊 以及月亮啊 还有你的火星 好 那这样我们先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帮花花来递一下 我们有一些贴纸 我们想请花花能不能用这些贴纸 在属于你的好看星空当中来贴上属于你的宇宙星球 好啊 好啊 可以吗 好 我们看花花先拿到了一个蓝紫色的一个非常浪漫的星球 来 我们请花花可以来为我们来描绘一下 直接可以贴到我们的浩瀚星空图当中 就随意贴 对 随意贴就好了 帮我们来描绘一下花花心目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宇宙的星空 好 来 花花其实你手中我们有几张这个星球的贴纸 其中还有一个是守护你的火星 好 我们看看花花可以帮我们来贴一贴 所以这一次呢其实我们的加州柑橘我们叫那个限定版的包装 好 我们的灵感是来自于浩瀚的宇宙星空 好 来 花花应该拿到了一个火星对不对 对 这个红颜色的就是火星 对 好 看花花要把它贴到哪里 好 可能我们这个挑战稍微有一点难度 好 这样我们再贴一张月亮吧 好不好 月球 花花在你手中 上面这一个就是月球 好 看一下帮我们再贴到我们的星空图的哪里呢 好 谢谢花花我们这样贴纸我们请我们的工作员帮我们先来保管一下 来 花花这样你都贴完了 那能不能跟我们大家来描述一下你刚才为我们谱写的这样的一个浩瀚星空图呢 就 就 你觉得怎么样 你的作品 就 比较随意 比较随意 确实是花花的风格 对 硬说的话 火星在中间 就是 就是 因为 它能守护每一个星球对不对 希望大家来 看火星演唱会 哇 希望大家来看火星演唱会 大家会不会去看 一定会去看 好的 那这样吧 那花花既然你今天已经帮我们描绘了一个你的浩瀚的星辰图 那不妨跟我们的星辰图一起来拍一张照片合影一下好不好 为我们的花花的火星演唱会一起来打打call 好 来 这样稍等稍等 来 我们请花花跟我们的浩瀚星辰图一起来合影 来 花花这样我们先看一下这边 左边的镜头 来 看一下左边的镜头 好 我们一起包花花来打call 我们来记录一下今天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 好 来 请看一下我们正面的位置 好 这边看一下 这边看一下 好 谢谢 非常感谢花花 好 那这样我们的花花的星辰图 我们请工作人员先帮我们来保管一下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请花花 与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的一个很重要的时刻 来 我们花花可以先来到我们中间的位置 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来 有请出欧龙中国市场总监Stella女士 来 有请Stella 好 同时让我们掌声有请百胜集团执行董事 钟珊珊女士 来 有请 来到花花的另一侧 好 让我们有请长沙IFS总经理 严中朗先生 来 有请 好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 我们将共同来与花花 花丞宇共同见证这样一个重要的美好时刻 好 这样 那我们先拍一张照片吧 来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前方的镜头 好 那今天我们还特别为各位嘉宾准备了星空特条酒 来 我们请我们的工作员帮各位嘉宾以及花花来 来呈上我们的星空特条 好的 我们的加州柑橘圣诞星辰限量版 将为我们来描绘梦幻般甚至深奥的宇宙 那将来我们将共同迎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来 我们请四位 好 我们举起酒杯 来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前方镜头 来记录今天这样一个非常浪漫的时刻 好 朋友们在这里呢 让我们共同品味全新加州柑橘圣诞星辰限定版 让我们一起为了这一刻来 乾杯 非常开心和各位能够共同迎来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好了 谢谢 非常感谢大家 同时我们欧龙与你共同期待花花今年的火星演唱会 提醒大家10月30日2021花生日火星演唱会 将开启首周三天的门票预售 也祝我们收看直播的火星人能够顺利回家 谢谢 再次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 再次感谢花花 我们请大家可以稍事休息 谢谢 感谢四位也好 因为我们开启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